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其刘海一流,肖战的少年感又出来了,看得出来肖战比张静怡大八岁吗? 肖战剪发燃爆全网。 在藏海传开机现场,肖战以令人震惊的形象亮相。 以前有人担心他与女主。 张静怡的年龄差距是否太大,但是如今的肖战却完全展现出了少年模样。 和张静怡站在一起,宛如哥哥和妹妹,毫无年龄差距可言。 肖战的其刘海造型,时尚经典又具有年轻感,这一发型成为了他的标志之一。 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戏剧中,其刘海都能给人一种清新、俏皮的感觉。 肖战的其刘海一直备受关注,也成为众多粉丝仿效的对象。 然而,不仅仅是其刘海,肖战本人也完美诠释了少年感。 尽管身高达到183厘米,但他却拥有一张又太可爱的脸庞。 面对这样的反差,人们不禁会惊叹,怎么会有人身材高大,却长着如此年轻的脸庞呢? 提及肖战的年龄差异,我们不能忽略他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出演。 大家都能记得那个沧桑感十足的海报,与现实中的他相比,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变化。 这一次,他再次证明了自己不仅可以变得成熟沉稳,也能够展现出少年的模样。 作为一位偶像艺人,肖战不仅在表演方面有着出色的才华,他的时尚品位也备受称赞。 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生活中,他总能穿出与众不同的风格。 年龄差不代表时尚的差距,他用自己的穿搭展示了如何与时俱进的拥抱潮流。 从这次开机现场的亮相来看,肖战不仅其刘海一流,还完美展现出了少年感。 与张静怡站在一起,他们的搭配毫无违和之处,年龄差距也不再成为问题。 肖战的右太脸庞,和成熟沉稳的一面相得益章,时尚潮流更是与他紧密相连。 一个月前的肖战还是那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沧桑魁梧气息的郭大侠。 而如今,他却以一头短碎干净利落的头发再次引爆了全网。 这样的风格切换,让人不禁想问,肖战是如何做到的? 就在肖战剪发后的第一次公开露脸。 他不仅让人们对他新剧的期待燃起,还引发了肖战梦回盛阳的热议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,怎么有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如此自如地切换形象呢? 肖战的魅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 也许你还记得,不久前的肖战是那个在新加坡行走时留着长发狼尾的金贵公子形象。 或许你还记得家人杂志封面上的性感型男肖战。 而如今,他却以一头清澈明亮的眼睛,阳光治愈的笑容。 憨蒙幼泰的神情,再次征服了全网。 肖战的变化不仅仅是外表的转变,更是内心的自律。 作为一个艺人,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发肤早已不再由自己掌控,而是要服务于工作和角色。 服务于观众心目中的肖战。 他没有纠结于真实与工作之间的拉扯和矛盾,而是懂得如何去驾驭平衡。 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极高,才能充满精气神,拥有纯净的眼神和健康的气质。 肖战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,不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帅气,更是因为他符合主流、审美和阳光正能量的气质。 符合大家喜欢的优质偶像的心理需求。 这些都是长期自律的结果。 现在,肖战即将切换到心思缜密,翻弄朝堂的藏海大人的角色中。 我们期待着他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,期待着他用他的才华征服我们。 总而言之,肖战的风格转变让人叹为观止,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,更是一个在职业道路上极度自律的艺人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塑造出了一个让人心动的形象,成为了众多粉丝的偶像。 肖战无疑是娱乐圈中,年龄不足以衡量魅力的典范之一。 他用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粉丝的注意,并继续成长发展。 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,所创造出来的更多惊喜吧。